本安外賣市場生態再起變化, 早前宣布計劃進軍香港的內地最大外賣平台美團 近日在香港啟動送帝員招募, 已在多個渠道投放招聘廣告。 消息人士透露,送帝員招募是第一步的重要準備工作, 相信美團會在幾個月內正式推出外賣服務。 據美團官方招聘文件顯示, 美團是香港同時招募電單車車手、單車騎手及步兵三種送帝員。 送帝員的收入由配送服務費、活動獎勵和組別額外放務費組成, 其中活動獎勵設有新人獎賞、特別節日獎賞和活躍獎等多個項目。 而為了吸引送帝員的加入,美團還特別開出特別迎新獎賞。 若送帝員在14日內完成目標訂單量, 便可以額外獲得2500元。 美團的招聘條件在業界內頗具吸引力, 若以行業一小時內送帝兩單去計算, 假設送帝員當月早末500單,而且獲得所有獎賞。 步兵收入預計可超過2萬元。 車手收入最高達3.5萬元。 依美著送帝員在新人期間, 每張訂單的平均收入高速同業近兩成。 在美團參戰前, 本港外賣市場亦經歷多年的演變。 德國外賣企業Devary Hero旗下Foodpanda早於2014年進軍香港, 而總部位於英國倫敦的戶戶送亦在第二年加入。 到了2016年,Uber推出外送服務Uber East亦進軍香港, 但經營5年後,在2021年推出本港市場, 形成現在由Foodpanda和戶戶送兩大平台主導的格局。 根據一個消費平台數據的統計,按收入而言, 去年上半年Foodpanda在香港市佔超過六成。 農品國際研究部高級副總裁周秀成表示, 香港外賣市場發展較為成熟, 而且逆後的外賣訂單有所回落。 美團要進入本地市場, 必須在其他參與者酒中搶得市場份額, 有機會掀起價格戰。 短期而言,美團或要首先通過補貼去吸引騎手和餐廳進駐, 可預料對另外兩大平台構成的壓力。 MING PAO CANADA 身材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感谢观看